关注咱们频道的朋友都知道 这只流浪狗绅士是非常可怜的 前段时间他正在跟其他狗谈恋爱的时候 突然间出现了一个熊孩子 熊孩子在他们两只狗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直接拿大死块将这只流浪狗的腿给砸断了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一只流浪狗 因为听周边的住户说 这只狗实际上是有主人的 但是他的主人并没有把他当一回事 您可以看到他身上的皮肤病非常严重了 咱们今天也给他带来了狗粮 看看他到底能不能接受咱们的狗粮呢 我给他带来最好的狗粮 这种狗粮在宠物店都要卖几十块钱一斤 因为我们自己是开饰料厂的 所以也就不在乎成本了 直接给他上最好的狗粮 狗谈恋爱的时候两只狗会结合到一起 结合在一起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就在这段时间之内 这只狗遭遇了熊孩子的突然间袭击 直接拿大死块把他的腿砸断了 再加上这只狗皮肤病非常严重 您看他头部已经掉落了很多毛发 如果不及时救援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 我发现这只狗最近每天都躺在这个路边 也有好心人会给他送来食物吃 那么今天主要的目的是看这只狗凶不凶啊 但是我喂狗的时候发现这只狗很凶猛 我原本以为这只狗如果比较温顺的话 咱们过两天就给他打一针 治疗皮肤病的针 给他皮肤病直接彻底搞定来 但是我发现这个计划要推迟了 因为这只狗对人类还是非常警惕的 估计是被那个熊孩子给打怕了 他现在对陌生人是比较抗拒的 哪怕我给他带来了非常好的食物 他对我还是非常的凶 大吼大叫 刚刚大家也可以看到了 防备心理是非常强的 如果强行将他打针治疗皮肤病的话 他肯定会反口咬人 所以我决定咱们循序渐进 每天给他带来好吃的食物 喂他个几天 让他渐渐放下防备的心理 看看能不能接受我们 如果可以接受我们的话 我们下一步再给他治疗一下皮肤病 这只狗还挺奇怪的 干的狗粮他非常喜欢吃 一倒水进去他就不吃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后续咱们会不断的追踪这只狗的情况 看他到底能不能被我们治疗的痊愈 但是他每天躺在路边也是非常危险的 就怕哪天被别人直接下锅了 但是他也是有主人的 我们也不能随便将他带走 只能尽我们微博之力尽量的救助吧 谢谢收看本期视频